中職明星賽7號起連兩天舉行 觀眾最期待的拳雷打大賽 在五項戰績賽中壓軸登場 明星紅隊楊耀勳拼衛冕 團體賽先敲出六轟挺進個人賽 可惜冠軍戰PK奧直強棒康貝爾 只擊出兩支拳雷打 最後以一轟之差敗北 無緣二連霸 太糟糕了 壓力越來越大 然後加上老婆小孩第一次來看 就很想要表現更好 所以拿到第二名也不錯 另外在我是訴求王競賽中 壓軸登板的詹子嫻 輕鬆飆出一百四十七公里訴求奪冠 不過最讓大家驚豔的 倒是中職無其龍陳潔縣 奮力丟出一百四十三公里訴求 拚拚加撒挖光實力不容小覷 在練球的時候我有在玩 我故意在牛棚丟 那補手跟我講說 我的球大概最快一百三十五 那我今天想說 如果真的超過一百四的話 真的算會滿開心的 可是比起這個我覺得 又站上投手球 會讓我更回味這樣子 因為之前我是投手 高二也是丟到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了 所以今天算沒什麼進步 楊耀勳同時也在我是訴求王工藝賽中登板 並標出一百四十四公里訴求 林哲軒也上場標出一百四十五公里訴求 兩人合計爭取到兩萬八千九百元捐款 未來將挹注工藝團體運作行善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 台北報導